台中好不容易盼来这场大雨 但在严峻的疫情底下 民众不只撑伞 同时穿上雨衣 戴上护目镜 到前进指挥所做快筛 这次前进指挥所 虽然是设在国小校园 但并不是有师生确诊 而是在距离这里 50到100公尺的一处社区 有不少人已经染疫 因为北屯一个家族群聚感染 确诊者跟邻里平常的互动很频繁 就怕一整个传染链扩散开来 急扣街坊邻居来筛检 邻居虽然也身处风险 但还是很关心与照顾 确诊者的身心状况 不断给予安慰 前进指挥所设置好的前半个小时 台中市长卢秀燕赶来视察 台中市长卢秀燕赶来视察 台中市确诊一共是9例 其中的虎例 就是北屯家庭群聚感染 有人重症病毒非常的强 环保局已经赶紧全面消毒 连居们也被通知 这几天尽量不要出门 一个78岁的男性 他是昨天7527的先生 在5月23号开始有发烧 酸痛腹痛等症状 再加上他5月28号会更不舒服 到医院就医裁剪 那这个病人呢 目前的状况是有点重病的情况 不止爷爷奶奶确诊 儿孙家庭也都有人染疫 不过卫生局高度怀疑 这起家庭群聚感染员疑似 是已经在5月25号不幸确诊死亡的万华朋友 他在5月11到19号到台中 住在案8072家中 疑似先传给8072后 8072再传给每天聊天的邻居好友 案7527 而7527是大家族的奶奶 不只传染给先生 还传给三个儿子的家庭 台中新增9例确诊个案 卫生局从数据跟传染模式观察 还是以家庭群聚为主 其中就怕传统市场成了防疫破口 也推出身份证号码最后一码 单号星期三五日 双号246分流上菜市场采购 甚至跟台中市各农会合作 推线上采购 希望减少市民出门频率 也降低确诊人数 TVBS新闻 吕正成 陈鸿一 红彩伦台中采访报道 16号当天检视中青会的礼监师会 就在位于大林的中青会里展开 总计25人参加 之后还在原地办餐会吃饭 由于当天参与的成员中有确诊者 参加会议的人却未被匡列趴趴走 被质疑控层防疫破口 总青会成员频频喊冤 原来嘉宜县政府是在15号提升防疫强度为准三级 中青开会是16号上午 法律只适用二级警戒标准 室内不得超过100人户外不超过500人 因此卫生局倾向不开罚 嘉宜县30号新增三例 全是泡茶群聚 接触了亲友 从北部返乡的堂兄弟一起泡茶聊天 低波四人染疫 后续除了造成案主感染儿子之外 现在88岁的堂哥一家 包含他的弟弟弟弟弟还有太太都确诊了 三人当中已63岁 在当地经营西服店的弟弟竹鸡最复杂 除了自己的店没有实名制之外 他曾到美法店染法 到美山的猪肉店购物 平时会到隔壁的早餐店买早餐 也到过五斤卖场购物 二十九日接获通知采验确诊 全案匡列接触者四十人 八人居家隔离 由于确诊个案集中在大林 先扶三十号下午也紧急在大林慈季 成立户外检疫站扩大裁检 南投铺里第三市场 三十号一早民众穿羽衣骑车 上街采买 摊商照常营业 但这里爆出有确诊者足迹 早快买一买 民众得知消息不免担心 待在家防疫还是得有东西吃 外出采买 三十号南投县府说明 湖里花农一家群聚案 案7929 53岁男性跟案7930 49岁女性 两个人是夫妻 跟案8077 25岁儿子一家同住 三个人加上承包商 5月15号 曾北上新北平临 一起弄造圆景观 工作完一起聚餐 晚上才回南投 隔天一觉起床 爸爸身体不适 到了5月22号开始发烧 自我隔离 25号咳嗽 28号就医 29号裁检确诊 因为有北部活动史 院方主动裁检妻子也染疫 进一步找儿子跟友人 也是阳性确诊 北上四个人全部中标 南投卫生局不愿意公开花农一家人 在新北哪里聚餐 只说在平临工作 说花农太太跟儿子足迹 遍布超商市场跟药局 爸爸不舒服在家没出门 目前成立快筛站 呼吁普理民众快去裁剪 南投爆出传染链是一家群聚 另一边彰化水果批发商 30号再增加三个确诊 隔离发病 这个我们不担心 因为他们都是已经被矿裂的个案 彰化县服统计水果商传染链 目前有98例确诊 占全线68% 新增的三个人 是居家隔离期间发病 有烧烤家歌唱班跟果园家族 卫生局强调新个案逐渐减少 接下来要防止跨县市移动传染 TVBS新闻中部综合报导